蛙人部隊全副武裝 海灘偵察 水中清除障礙 登岸模擬搶灘 这是由台湾海豹部队美誉的海军陆战队 水中爆破中队进行的任务训练 水中爆破中队可说是精英中的精英 是国军唯一一支具有水面 水下 空降 三期作战能力的部队 淘汰率超过三分之二 从民国四十三年成立至今 已经超过七十年 必须经过水域渗透 进阶潜水技能 水文侦察及绘图 以及爆破训练 通过测验后才能成为水中爆破一员 在登陆前搜集情报排除障碍物 当然还要夜间战斗侦察 体能训练潜水技能更是不能少 以及最重要的爆破训练 但这支精锐部队却传出 国军打算在明年初裁撤 兵力被打散到征搜中队 并更名为征报中队 而爆破中队常年和美军交流 传出美军顾问队裁撤规划相当不以为然 认为七十年的三期战力一夕间恐将瓦解 征搜跟爆破 但是其实这两项专场 基本上来讲是很难予以合并 要保留若干的专业的能量 只要考虑美军万一来跟我们协训交流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找到专业军官跟他们对谈 甚至传出夹击制度引发内部反弹批评不公 对此海军陆战队强调爆破中队裁撤并非事实 而海陆爆破及征搜中队 第一国军海情勤务加紧 目前还在研议中 国军组织调整 确保战力是首要任务